妻子葬礼上,丈夫是先往眼睛里滴了两滴盐药水 然后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出来迎客 亲友坚壮,纷纷上前安慰 但他们不知道,就是眼前这个男人亲手毒害了妻子 他们一走,男人就懒得再作戏 直接来到另一个女人家中缠绵亲热 而男人之所以杀害妻子,为了和小蜜在一起是其次 主要是妻子对她太好了 妻子金姐是韩国首屈一指的大才发 几年前,对她道貌岸然的大学老师皮囊一见钟情 于是不许用财富和地位使劲砸 这般诱惑谁能抵得住 没多久两人就结婚领证 但金姐的控制欲实在太强 她穿什么衣服,系什么领带 甚至一天内见了什么人 蹲了多久的厕所,都要事无巨细地一一过问 这让男人感到窒息 恰巧身边又出现体贴的女同学慧珍 于是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用自己正在研制的新型药物 TH16将金姐毒杀 TH16无色无味 只一滴就能让人在八小时内突然身亡 就算尸检也检查不出成分 也正如此,男人在金姐死后 并不着急把遗体从警局带回 一是借此排出嫌疑 二是借警察之手 证明她研制的TH16十分成功 却不料一通警方来电 彻底打破了她的美梦 警方告诉男人 妻子遗体在停尸房离奇失踪 需要她来警局配合调查 几分钟前,停尸房突然断电 值班保安去检查线路 结果意外发现 存放金姐遗体的柜子被打开 里面空物一物 紧接着她的身后闪过人影 脑袋一蒙当场昏迷 警局队长老徐检查现场 发现其他冰柜尸体并未有动过的痕迹 那就说明对方是专门冲着金姐来的 而且还很清楚金姐遗体存放的位置 其次,根据门框和地面划痕 说明是单人作案 如果是两人 就会有一个人拉着门 但作案人明显是拖动门边箱子挡的门 结合以上金姐遗体很有可能存在问题 否则也不会有人如此大动干戈 感到警局的男人听着分析 表面镇定 内心却慌得一批 不停抽烟掩盖紧张 跟法医接下来的话 差点让她彻底破防 法医表示遗体失踪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遗体是自己走的 医学上有一种强止性昏厥症 患者会全身僵硬失去呼吸 但一到两天就会重新苏醒 这也是丧礼会停失三天以上的原因 有可能金姐就是突然复活 害怕杀自己的凶手捕刀 于是偷偷逃走躲了起来 这个猜测实在惊悚 让男人更加紧张 难不成妻子真的没死 老鱼眼神毒辣 一眼看出男人神色不对 询问他今晚去了哪 男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喂药 表示出门买了药 可老鱼却直言他说谎 只是买个药 为什么车上会被贴超时罚单 随即拿出 从他的雨刮器里找到的罚单碎片 男人更慌了 从小蜜家出来 他就急匆匆撕毁罚单 没想到还是露出马脚 但不等他解释 大楼再次莫名断电 警员全部出审讯室检查问题 只留男人一人 忽然 K案中似乎有身影闪过 紧接着男人一扭头 发现妻子停尸柜 竟缓缓打开 里面赫然出现一个箱子 他打开一看 差点瞎丢了魂 当初毒害用的TH16药瓶 就存放在里面 可他明明在杀人后 把所有的TH16都摧毁了 这怎么还会有 难不成金姐真的没死 甚至还知道她的所有计划 男人为了和小蜜在一起 选择毒杀妻子 可妻子死后一天 存放停尸房的尸体 竟离奇消失 更灵异的是 原本被他全部销毁的毒药 也突然出现在妻子遗物中 男人吓坏了 急忙把毒药塞进口袋 可结果还是被警察老虞发现 别问他那是什么 男人惊慌失措 达非所问 老虞也不再跟他客气 强行夺了过来 交给法医检查 与此同时 警员发现 金姐遗物里的手机不见了 一行人连忙到监控室调取监控 说不好就能找到偷遗体的人 可由于两次停电 大楼内的摄像头全部失灵 只有门口马路的监控还在运行 可看来看去 从遗体失踪到现在 只有警方和男人的车来过这 老虞若有所思 那么盗尸者 有没有可能是钻通风管道 从警局后山逃走的 两名警员立马去调查 果真在后山上发现脚印 但经过对比 正是死者金姐的尺码 难不成 真的是金姐扎实逃跑 男人连忙晃出尿急 躲进厕所和小蜜通电话 让她锁好家里门窗 注意安全 殊不知 危险正向她逼近 只有一个电话的功夫 之前被她关上的厕所窗户 竟莫名再次打开 而且旁边还放着一封邀请函 男人一看 发现邀请函 是当初金姐 约她去看的歌舞剧门票 可那晚小蜜骑车被撞 她急着去见 所以就没有复约 此刻她愈发怀疑妻子没死 甚至还一早知道她偷吃 以及杀人的想法 她猜测 妻子在喝下毒药后 及时注射了能中和毒性的毒品 然后制造假死嫁祸于她 作为报复 走出厕所后 男人想看一眼时间 结果一抬头 竟发现 电子中赫然显示着一个错误日期 2007年7月20日 她的心脏不免骤停一刻 因为这天 发生了一件 只有她和妻子知道的秘密 这种种迹象让她更加确信 妻子一定还没死 但她不敢告诉警察 只能继续死扛着 隔一会儿就找机会给小蜜打电话 确定平安 但这一次 小蜜却告诉她 一直有个陌生号码 在不停给她打电话 一问电话号码 男人心里响了个懵炸 这分明就是妻子的号码 欢呼间 她的耳边 竟然响起小蜜的惨叫声 紧接着 眼前的玻璃门后 抽现妻子身影 妻子竟真的复活了 女人发现家里藏了人 急忙往门口跑去 可是 电话这头的男人急哭了 不停呼喊 结果再无人应答 前一天 男人为了小蜜毒杀妻子金姐 可妻子死后一天 遗体就不翼而飞 通过警方多方面调查 发现警局后山出现金姐脚印 极有可能是死者 死而复生 自己逃跑的 并且被带到警局问话的男人 身边还持续出现领域事件 门前一闪而过的妻子身影 突然出现在遗物中的毒药瓶 这些都让她更加断定 妻子是假死 肯定一早就发现她偷吃 意图借机报复 现如今 小蜜突然失去联系 男人再也坐不住 准备离开警局去找小蜜 可警员老鱼却强行将她揽下 因为法医通过检查 从男人口袋里找到的药瓶 发现里面是一种精神类抑制药物 和金姐死因对应 男人的杀人嫌疑直线上升 并且老鱼还查到 金姐生前曾雇佣私家侦探 拍摄了很多男人和小蜜 在一起的照片 而据金姐妹妹交代 男人和金姐曾签署过一份婚前协议 如果男人在婚内偷吃 那么不仅拿不到金姐的一分钱 还会事业尽毁 身败名裂 这下就更坐实了男人杀妻的证据 老鱼表示 只要男人交代一切 他们会想办法去救小蜜 事已至此 男人不再隐瞒 把自己受不了妻子的控制欲 想和崇拜他的女学生惠真 双宿双飞 这才选择毒害妻子的阴谋全盘托出 但他没想到妻子更狠 竟然假死在赃他 还去害惠真 他恳求老鱼赶紧去救惠真 不成想 老鱼听后更生气了 他的同事去男人交代的惠真家 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人住过的痕迹 就连学校档案上都查无此人 从史至终 根本就没有惠真这个人的存在 男人蒙了 精神愈发崩溃 竟看到门口又闪过妻子身影 难不成这一切都是他的异想 他不相信 才好这时 才罚亲戚来警察局门口施压 老鱼人为言轻 只能放走男人 男人一走出警局 并没有去小蜜家 而是飙车赶往荒郊野外 因为在警局停尸房 他从一个果实袋里听到零音 打开一看 里面的手机竟显示着妻子来电 并且还有条短信 约他到埋葬着两人秘密的地方见面 而郊外山林 就是他们埋藏秘密的地方 可等男人到了这儿 却发现空无一人 反倒是老鱼随后手持手电出现 老鱼拿出自己亡妻的照片给男人看 问他还记不记得 原来几年前老鱼妻子纳美 带着妹妹到山上给父母扫墓 可在回程途中突遭车祸 妹妹滚落路边不省人事 纳美不知所踪 等妹妹醒来 她丝毫记不起肇事者模样 这出事故不了了之 直到几年后 妹妹在书上看到一个公司标识 跟肇事车辆上的一模一样 而这个公司 正是男人和妻子合伙开的 由此老鱼找到了凶手 并展开一系列包袱 金姐遗体被盗 以及出现的各种灵异事件 其实都是她一手策划 只为借此诱导男人 带她找到妻子尸体 果不其然 埋葬着男人和金姐秘密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埋尸店 男人想跑 却发现自己 也中了她毒害妻子使用的毒 只能苦苦哀求老鱼 放过小蜜惠真 可她不知道的是 惠真就是当初死里逃生的妹妹 她以女学生的身份刻意接近 为的就是替姐姐报仇 她谎称怀孕 逼男人离婚 将徒刀挥向妻子 都是出于报复 男人彻底绝望 她没想到 自己自以为的真爱 竟是个谎言 最后的温存 反倒成了惠真 为她毒药的红美艳 她不再挣扎 闭上眼影皆死亡 可一觉醒来 她还活着 老鱼给她注射毒品 以此中和了毒性 不过原本埋葬老鱼 王妻尸骨的大坑 现如今躺着金解尸体 男人终究要 接受法律的制裁 最后 老鱼带着王妻尸骨 来到山上 和惠真一起将其埋葬 他们终于了却了遗憾 可天人永隔的痛 还需要时间来化解